方孝儒和蛇的故事 中国明朝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方孝儒 他曾经帮助明太祖朱元璋开创天下 太祖此后他又协助惠帝治国 方孝儒学问渊博 以忠义孝顺广为人质 但是这位忠诚的方孝儒命运却十分惨烈 由于他后来拒绝为篡位夺权的燕王吉草登基诏书 所以被燕王诛灭十足 他在历史上可能是被诛灭十足的第一人 给我杀 我现在是大明朝的皇上啊 燕王 要想当皇上 那您得先颁布登基诏书 诏告天下才行啊 嗯 说的有道理 这门诏书一定要找位文才好的人来写才行 你说朝中哪位大臣的文笔最好啊 要说文笔 那大学士方孝儒可是顶呱呱呱的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自从燕王您攻入京城 朝中百官都投降了 唯有这个方孝儒一直宁死不屈 我就不信他不怕死 来人 给我把方孝儒带来 是 不一会儿 方孝儒被带到了燕王面前 燕王命令他起草诏书 诏告天下 方孝儒 你为本王起草一份登基诏书 就说燕王为了保护大明江山 而攻入南京 哎呀 怎么了 你这个方孝儒 你写出这种话来 难道就不怕我灭你九族吗 哼 你这个阴谋篡位的烟贼 别说九族了 就算你灭我十族 我也要骂你 好那个方孝儒 今天我就要灭你十族 来人 给我把方家老少全部抓来砍头 根据过去的历史 只有诛灭九族 又怎么会有灭十族呢 为了诛灭十族 燕王于是将方孝儒的学生和老师 列为第十族 为何如此忠义孝顺的人 会受此报应呢 虽然方孝儒现实忠义孝顺 有无量的功德 但是相传 她被灭十族是因一段祖上作恶 杀害生灵的公案 话说在方孝儒未出生之前 她不仅选择了一块凉地 准备扫坟 移葬祖先移海 嗯 这地方可真是块风水宝地 就将祖先的海谷移葬到这里吧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方圆外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人者 你所选的风水地点 正是我居住多年的宅邸 我求您可否先延迟三日 等我的子孙都搬走了 阁下在掘地造坟 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您一定要等我们三天时间啊 三日后我们一定会搬走的 三日后方可绝图 哦 原来是长梦啊 老爷 怎么了 没事 刚才做了个梦 梦到一位红衣老人 要我三天后再掘地造坟 还说什么他家就住在那里 请给他三天时间搬走 这可真是个怪梦 要不我们就等上三天再掘地造坟 梦境是虚无缥缈的幻想 不值得相信 况且我们已经择了几日 掘地造坟怎可以延迟三日呢 明天我就带人去开工 方圆外梦醒之后 并没把这怪梦当回事 天一亮他就带着工人去选好的那个地方开工掘地了 就这里快挖吧 好的 当工人们觉到石尺以下时 意外发现一个洞穴 穴中竟有红蛇数百条 哎呀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了 风源外 您快看呐 我们挖到了一个洞穴 里面有好多红色的蛇 哎呀 这么多蛇 要是一条条抓起来得耽误多少时间 这样的话 今天肯定没办法把坟造好 老爷 你说这红蛇和你昨晚的那个梦有没有关系 该不会是他们给你拖的梦吧 哼 我不信有这种事情 继续施工 今天务必要把坟造好 风源外 您看这些蛇要是不清楚出来 我们怎么继续挖呀 这些蛇好办 用火直接烧死不就行了 就这样 风源外一把火把洞里的红蛇全部都给烧死了 当天晚上 风源外又梦见这位红衣老人 他满面热恨 咬牙气齿地站在邦额外面前 我昨晚真心的哀求你 谁知你竟然将我873个子孙 全部烧死在大火中 你如此狠心剿灭我族 我已要除灭你族 后来方夫人生了方笑如 我有儿子了 我的儿子将来一定是个很有出息的人 我就给他起名叫做方笑如好了 长大成人后 方笑如官居汉林学士 学问温柏 中笑双全 然而因果报应是涉及三世 过去 现在 未来 也是重重如尽 不砸牵连的 难以反省测度 谁知 方笑如正是那位红衣老人来投胎的 方笑如的父亲烧死红衣老人的子孙 873条蛇 而方笑如被灭十足 正巧也是873人 因果报应真是不可思议啊